and the All England Premier Super Series Su Chen and Ma Jin 首先欢迎是中国球手徐晨和马进 另外一对中国的目前的超一流的混双组合 张南和赵云磊在昨天比赛当中呢 是西败给上后出场的这一对丹麦的尼尔森和彼得森 其实昨天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张南和赵云磊应该是有机会 很有机会去拿下来 有点像刚才王一涵一样 在第二局前面 是自己的一个顺风球 但是最后没能顶住 我们今天要看看徐晨马进啊 能不能登顶 我想他们通过昨天张南赵云磊 在比赛当中的过程 应该能够看到很多问题 对 因为丹麦队昨天他们 就是他们的得分 是女的在后面进攻 男的在前面封网 这个在张南跟赵云磊的手上拿得很多分 因为丹麦这个男选手的封网很快 就是从后场到前场的跟进很快 但是他们都很有默契的 因为男选手是左手 所以呢 他就是 站的 单数区会比较多 对 他们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搭配 对 所以照顾的面积非常好 他们都很有默契 其实在昨天的比赛 张南跟赵云磊呢 他后面也注意了 就是把球呢 尽量都给丹麦队的反手去 可是到后面 就没有坚持到这个打法 那么今年的丹麦公开赛 中国队除了派出 现在大家看到的居身和马进之外 另外一队就是张南和赵云磊组合了 他们分别是在上下半区 一共是两队的混双组合 来参加比赛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还有韩国队的 李隆大和何珍恩 李隆大和何珍这队组合 在这次的丹麦超级赛当中 打得也是非常不错 一路下来是战胜了不少的对手 一直在杀到半球赛当中 遇到徐晨和马进 那么昨天的比赛呢 巨神马进是赢21比12和24比22 今年他们的成绩也非常不错 38胜8负 现在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 赛会的五号种子 而且在接下来的整个奥运征程当中 可能马进除了兼顾混双之外 可能也会有机会要重新回到女双的这个行列当中 看来现在整个中国羽毛球军团 对整个奥运会的准备 无论是从队员的阵容上 还是在各个项目的考量上 现在都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和思考 好 好 好 观众朋友那么在这里呢也预告一下 在今年接下来这几个月当中 我们会重点关注的一些赛事 除了现在看到的丹麦赛之外 那么我们还会看到的是 在10月28号到30号法国超级赛 11月份在11月18号到20号呢 将会有香港超级赛 那么后面香港之后还会有丹麦的大师赛 一年一度的丹麦大师赛是在12月的中下旬 那么在明年的年初呢 将会有世界雨连超级赛的年度总决赛 是在1月份 那么也是接下来 我们将会和大家重点关注的赛事 在1月份的年度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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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月份总决赛 比赛开始 发球的这边是中国队队员马进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2011年 丹麦羽毛球公开赛 混双的决赛由中国的徐晨马进 对阵在场上红色球衣 面向镜头的丹麦好手 耶尔森和彼得森 在解说区是广东体育频道 余嘉欣和我们的解说嘉宾 谢勇士 这球马进 连续一红色球衣 没有准备好 有些人 没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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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队想偷袭啊 但没准备好 可是没有成功 没准备好 在比赛初段 丹麦的诸威团声势如虹 不断的在给丹麦队加油 那值得注意的是在 不久之前举行的 在中国青岛举行的苏迪曼杯 当时在混双这个项目 就是这两队场上的这两队组合在对碰 徐晨玛进和尼尔森·彼得森 当时也是 在整个苏迪曼杯当中 第一场的比赛就是混双 那么徐晨玛进是顶住压力 以两个21比14 战胜尼尔森·彼得森 让中国队在当时是可以以1比0 领先单卖队 这个判断失误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现在场上比分是3比3 现在场上比分是3比3 盘卖队的男运动员的 覆盖的面积是很广的 对 而且尼尔森他非常的活跃 嗯 在往前后场威胁都很大 而且在中半场 特别是在往前 他的铺网和铺杀都非常有威胁 所以其实尼尔森在往前的威胁会更大 而目前马进是更多的在往前 封网和在创造机会 其实马进在往前的技术是非常优秀的 而现在看到对方更多男队员 上来协助的情况下 在开局哈 双方还是打得比较艰苦 协助的方面 他经历了 他经历了 这一铺杀是很优秀的 非常优秀的 他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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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识的 非常优秀的 中国方的置 Islands 双打的比赛呢 都是以一号区为主 那么一号区呢 就是前场的靠中线的这个点 就是在整个场场当中的中路 往前中路球 对 其实呢 他们重复发一个点的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对对方的出球 抓得比较好 就重复抓对方的出球 漂亮 马金再往前果然 动作隐蔽 而且非常突然 昨天张兰跟赵云磊呢 就是缺少了这种变现的球 一直呢 就是跟丹麦队的就是在低抽 而且丹麦队呢 他们就是 两边的押近是很快 所以他们就很吃亏 所以在他们的防守或者在往前的时候呢 球路一定要多变 其实丹麦队在前半场的风压还是很有威胁 对 现在威力很大 因为他们的打法不是说完全是混双的打法 而且女的在后场进攻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而且女的他有一定的身高的优势 所以他的进攻还是有一定的威胁性 他丹麦队的男队正在前场接发球很有压力 让我控制了 这种变成的邀请 所以我们旅行的方式很高的 突然间代入不过 所以我们要带一张 我第一次要带一张 比尔森的中半场到前场的跟进是很快的 而刚才我们中国组合在平行站位拉开之后 对场地的保护 刚才还是缺乏一点默契 其实刚才那个球马金斯停顿了 他本来想上后来又退回来 其实比特森他就是负责三个点 就是往前两个点跟他正手的中路一个点 基本上是比特森的头顶的中半场 他是放弃的 就是直接给尼尔森去打 他不会去封这个头顶的中路球 他是保护他的正手去 所以这样子呢 尼尔森他在正手抽压直线以后 他就往中半场去打 如果对方是回他的对角球 那么就是挤得深去打 所以他们这个轮换是很快 而且大家都是正手 所以都有很大的威力 所以这个球呢 徐晨跟马金斯一定要注意 所以可能在防守的时候呢 要把球多打点到这个 比特森的头顶位置 但是这个质量要非常高 因为尼尔森的跟进是很快 而且那边刚好又是正手 其实中国队呢 只要能多创造进攻机会 就是能有得分 其实在刚刚的看到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时候 看得出来 丹麦队在防守的技术比他们进攻的技术是差很多 特别是他们的反守区 当中国队进攻的时候呢 应该更多的进攻他们的中间 现在来到第一局的间歇 场上比分是11比10 丹麦队暂时领先一分 上半局的比赛非常激烈 那么 比分方面呢 也是丹麦队11比10 等线一分进入到间歇 等线一分进入到间歇 对 面对的不但是对手强大的攻击 还有在现场的球迷的声浪 刚才比特森这个下压球确实力量很重啊 要想能够轻挡在往前难度非常大 眼睛呢 或者是有机会但是对手强大的 大量的低调 但是对手强大量的问题 但是对手强大量的风格 是没有进攻上最强的 到底在此强大量的那些 能够阻挡在那里面吧 而且就在这边的风格 对手强大量的可以 尼尔森刚才其实也很聪明 他连续的两个大对角连续的这样的变现 幸亏马进刚才在往前封到了 11比12 去身发球 对刚才主要是中国队的往前球做得太好了 对 尼尔森刚才是杀出了269公里时速的一个杀球 那么在今年丹麦公开赛当中 目前杀球记录仍然是由徐晨来创造281公里 是今年丹麦公开赛的一个杀球的记录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彼得森在往前 这球其实值得曼静再看一看 他对徐晨的出球判断得非常准确 而且今天第一局上的比分一直没有拉开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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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前两板杀的挺顺的,这个杀上网之后有点着急 没有想到马进的防守能力那么强 15比15 他们的分差基本都是在1分2分,都追得很紧 中队好像就是反超不了 对 我今天对着尼尔森的发球是第二个失误 这个是下网,刚开局的时候有一个是质量发得很差 就给尼尔森直接就扑死了 连续长距离的杀斜线 这种对球飞行距离很远 但是其实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比德森 作为女运动员来说 连续的这样的重杀还是非常有威胁 不过杀到马进的近身区 对马进的杀伤力不是很大 其实匹德森他的进攻只有一个点 就是杀对角 他是杀小对角 靠中间的位置 从昨天的比赛来到今天 他只要是在后场正手术的 他就是打这个点 他不会打高球或者掉球 从来没有出过 他就是打着这种小对角的杀球 因为打这种杀球的话呢 对于那个尼尔森来说 他正手的封网会比较好多 好热 但是刚才彼得森的换位防守的意识还非常强 马上回到防守区 但中国队刚才这球杀的位置其实太刁钻了 17平 没有想到在第一局当中出现的这个彼分咬得非常胶着 中国队是终于能领先一分 看了大半局的比赛 对 对 在最後 关键分把握机会球的时候 中国队还是没有手软 把比分拉开到19比17 其实中国队马进在往前控球的时候呢 就不要放那么短的球 其实他把球打到这个丹麦队的中场 其实是很好的 起码要过腰的位置 其实就过了前场的人就可以 他们就基本上能站到主动 其实中国队的在轮功方面呢 没有丹麦队的好 其实这几球呢 那丹麦队是有意思的把马进要到后场去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9比19 刚才队现在拿到了第一局的几点 这样的比分在第一局 真的是太跌宕起伏了 从中国队领先2分 19比17 背对手追平 然后再反超 20比19 好球 其实三麦队在防守的时候 他们的漏洞还是会比较多 他们的防守能力跟进攻能力是差很远 现在刚才队又赢了几点 21比20 这一次的发球将会非常的关键 由尼尔森发球 接发的是马进 马进要注意尼尔森发后场 非常可惜 对 其实徐尘刚才在底线的回球 虽然比较被动 但是还是算是勉强的过度回去 但是随后被对手果敢的杀这个中路球 这个时候徐尘和马进有点在 刚才在结合部的防守 大家都有点犹豫 对 本来不太应该 这球大家就有点让了 其实他们都有机会去回这一球的 其实正常来说是 中路的球呢 一般都是占对角线的人去打这个中路球 比较好发力 对 因为打大对角的几率还是比较少 所以呢 中路的球一般我们都是对角线的人去打这个中路球 而占直线的人就主要是负责很熟的兵线 他不太熟悉 他不太熟悉 他只会准备 对 对 对 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是刚才打开电视机哈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为您播放的是2011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混双的决赛 那么刚刚丹麦队是在加分当中是战胜了中国队拿下第一局 我们看一下在局间回来之后学生和马进能不能调整回来 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也提过今年非常重要的一次对决 是在中国青岛的苏迪曼碑当时是在苏碑的决赛第一个项目混双 学生和马进当时是顶住压力直落两局是战胜了尼尔森和彼得森 为中国队当时在苏碑决赛当中是做了一个开门红 那没想到这两队对手这次又会再回到丹麦队的主场 这里呢打入到决赛来打一个比拼 对手了 说真的 why 监利 前连 3、電子 3、電子 温水吸,但是这球没有吵起来 这个球比德森打错了 其实他回马性的后场会好一点 其实比德森的出球在他后场的时候,包括他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以对角线为主 的确在移动当中要达出精准的直线难度还是很大 其实从刚才达麦队的跑位来说,比德森在前场的两边移动其实会比较差 他很多时候帮忙以后,他就往后退一步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中国队有意识地变一个现场对角 那么其实对丹麦队来说是很辛苦的 因为比德森他是过转不了身 所以这个球只能是让你的身去打 所以中国队在往前应该是多点变化 那么他们的进攻机会就会更多 丹麦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力求完美 希望场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能做好 但目前来说在第二局中国队还没能找到很好的办法 好球 其实成了一个大对角 杀球 离开 法尔联统 德哥 特杀球 卖卖组合今天真的是气势如红 在赌场观众的助威下 在中半场这种半高球对他们来说像在地上砸钉子一样 发力非常恐怖 两边的跟进是很快的 他们都很有默契 他们的分工是分得很清楚的 徐晨对林叶森的连续正手的扣纱 徐晨的刷球刚刚破了他自己记录282 快了一公里 原来在决赛之前自己由徐晨自己创造的最佳 球速是281公里 刚才的是282 再次刷新自己的记录 哇好球 在这里呢顺便补充一下 今年丹麦赛男子球手杀球的一个记录 徐晨排在第一 然后排在第五位的是李隆大 272公里 大麦队的一个判断失误 现在 中国队的战况还不错 7比5 暂时的领先 暂时的领先 中队就准备走 5 尼尔真的揭發球很快 上車的話可以開快 也會耶 啊 是 好像這場原來的一指 焦點 而彼得森今天也非常聪明地避开了马进在往前的优势 他往往是把球回到了中半场 而避开了在往前过多的和对手的纠缠 好球 其实丹麦队无论在防守还有进攻呢 他们的跟进是很快 就是他们防守他们也一直的拼命的要往前压往前进 所以呢中国队在进攻的时候呢 特别是往前封网的时候就应该要多压 逼着他们在后面就不要给他们上来 如果他一轻打 那么丹麦队应该上得很快 所以有可能他们的进攻的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在往前的球应该是要多一点 往他们的伸心下去 不要让他们冲往 而且从发击发过后 参卖队的这种压迫也让中国队的回球往往是都是从下往上走 对 没错 在打了一局半球 他们的分差都是在一两分一两分这样一直都咬得很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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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也森放完往前以后 他就马上往李也森的 哦不是 李也森的正手去 对 好球 好 现在来到第二局的间歇 场上比分是11比8 应该是 找了这么久以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有三分 对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两对组合打得非常激烈 不看到最后很难真的很难预料结果会怎样 那么而且在上半局的比赛当中的徐晨也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杀球记录号282公里 那么然后在每一次几乎他的杀球之后主办方都是马上给出了他杀球的一个时速 徐晨现在排在第一282 排在第二的是韩国的郑载城280公里 第三位是印尼的亨德拉塞地亚万279公里 然后第四位同样是韩国的金鸡蓉277 那么排在第五的是李龙大272 没有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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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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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对方的目的性非常明显 利用两个底角来牵制中国队 马进老师提前移动 其实像你也生的这种突然变现 马进是已经是第二次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糟糕这一分是比较关键的一分球 这一分打丢 其实关键还是要稳住信心 因为现在还有机会其实 18比14 我觉得这一场球差不多到打了两级 然后中国队还是没能牵制住丹麦队的连续进攻 你也真的后场到前场 很重 最主要是徐晨刚才这个回球已经是很被动 能看出来大妹队他们的配合是很默契 那离比赛的 末端的距离距离越来越近 好球 这场观众是非常兴奋的 穩住情绪 漂亮 刚才马进顶住 尼尔森的进攻非常重要 其实他们的球只要过了第一个人 丹麦队就很被动了 所以其实这个情况跟昨天张兰赵云内有点相似 张兰赵云内也是一直的都是跟丹麦队在打平抽 但是又压制不住丹麦队 丹麦队胜利在望 已经是拿着四个的长点 20比16 更是有机会在自己的家门口 拿到一个混双的冠军 张兰赵云内可能 这次能爆上上次苏碑的一战地球了 这次能爆上次苏碑的一战地球了 好的 观众朋友 前面半冠军赛的张兰赵云磊 以及今天徐晨和马进 非常不容易 这对丹麦组合 搭配多时 但是今年在这个顶级超级赛上 能够勇夺冠军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丹麦队其实 虽然 也是被誉为 欧洲羽团的胜地 但是今年来 因为经费的紧缺 以及国内对毛球 投入的一个减少 让他们的很多著名运动员 包括南双 鲍伊和摩根森 经常在出外比赛的时候 都表示有可能 有时候是自己掏腰包 去垫机票 还有住宿的钱 国内也没有给他们 太多的支持 特别有一些比赛呢 是不设奖金的 打的是 纯粹的个人荣誉 或者是国家荣誉的一些比赛 不像这种 是有奖金的比赛 那么也给 丹麦队的队员 很大的麻烦 两局的比分 22比20和21比16 好观众朋友 那么稍后时间呢 将会是颁奖仪式 以及是下一场比赛 女子双打 由中国队的两队组合 田青 赵云磊 对赛会的一号种子 于扬 王小李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